一连五天的劳动节和开斋节小长假今天正式开始 南北大道和巴生谷多条大道昨天晚上开始就出现回乡潮 来到今天早上全国主要大道交通是越来越拥堵 尤其是离开巴生谷和前往北马东海岸的方向 大道局指出水龙一带的游子纷纷回乡 巴生谷地区的淡江大道第二中环公路往俄曼收费站方向 以及前往东海岸的方向交通堵塞 南北大道往北的方向则是从双西茅诺开始堵车 五级伯伦东 五级达卡 丹荣马林 宜宝和霹丽河 也出现长长的车龙 往南方向则是从布特拉黄冠城前往芙蓉和波德森 以及亚裔弹前往永平交通拥堵 当时预计车流量会持续增加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次的电影 目前的电影 隔着 丹荣苗 所以 如果曲指 desired 也不行 少认病 都无所深厚